刘夜回忆当年中系老同学,最漂亮最专业的不是张子怡,却是他们,最近,刘夜和张子怡这两位中央戏剧学院96明星班里出来的老同学在演员的诞生,的舞台上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以舞台的形式,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,众所周知,刘夜和张子怡都是中系96明星班出来的, 他们中很多同学如今都已成为娱乐圈的风云人物,如袁泉、秦海璐、胡靖、曾黎、张瞳等,刘夜曾在一档采访节目中公开评价过班上几位印象深刻的女生,而且她心中的女神并非张子怡,而是班上其他的姑娘,首先对于老朋友张子怡的评价,非常重肯,也符合大家心目中张子怡的形象, 子怡性格一直都是那种北京女孩的萨,去哪都不吝,和谁都能立马很熟,尽管张子怡不是刘夜心中最漂亮的,但二人感情确实最因此培养出了革命友情。 刘夜心中的班花是胡靖,也就是在热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,扮演高小琴的优秀演员,在考入中戏前胡靖已经学习了六年舞蹈,身材娇好,后来嫁给了马来西亚的富商朱赵祥,现在家庭和睦。 刘夜也在节目中说,胡靖呢,是我眼里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,身材又好,当然也有个好归宿。 同班同学曾黎对胡靖也是赞不绝口,尤其是对胡靖开学时的一曲舞蹈,印象深刻,一曲五彩,云霞,征服了班上的男男女女。 同时刘夜认为专业功底最好的,也不是如金红透八边天的张子怡,而是人权,人权无论是台词还是形体课都是最好的,舞台表演古典风十足。 当然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刘夜心中的班花是胡靖,但同学眼中的班花却另有其人,胡靖认为,张同还是全班最漂亮的女孩。 男同学田征二时回忆,起初次见张同时,也还是满满花吃的样子,张同推开门,那刹那,全班男生被他精致的脸惊艳了。 然而,二十年过去了,张同没能大火,岁月带给这位姑娘太多痕迹了,她上演员的诞生进行争夺名次时,同学张子怡已经成了最红的实力派女演员,坐在了导师席上,自己却只是个参与挑战的演员,心情该有多复杂。 刘热还提到了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Amdash,Amdash,曾黎,当时曾黎是班里公认条件最好的,外貌出众,功底扎实,大轻衣,只是她没有那么大的欲望,安于平稳。 当年中系96级表演班一共20位同学,没想到如今在娱乐圈大红大紫的却是两个一开始基础最差,也最不被看好的学生。 这样的反差实在让人感慨后天的努力有多么重要,影后张子怡长相身材不是最好的,专业成绩也不是最好的,然而她今天的成就也是靠自己一步步打拼下来的。